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 投資環境位列全球榜首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施政報告說 政府會持續改革和深化互聯互通機制 透過建立國際黃金交易市場 為股票市場引入新資金 優化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等措施 鞏固並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們會持續優化互聯互通機制 強化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 助力人民幣國際化 主要措施包括持續提升基礎建設 升級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 提升固定收益市場基建 及繼續研究優化跨境理財通 我們亦致力增加離岸人民幣流動性 善用特區和國家的貨幣互換協議 讓金管局更好支持香港經貿發展 會提供更多以人民幣計價的投資產品 港交所會鼓勵更多上市公司 擴大人民幣債券發行 支持更多綠色和可持續離岸人民幣債券 在港發行 爭取國家財政部 增加在港發行國債的規模和頻率 以及盡快在香港推出離岸國債期貨 積極與內地商討為債券通 南向通適度擴容 包括擴大合資格境內投資者範圍 香港大約有2700間單一家續辦公室 有望在2028年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 跨境財富管理中心 李家超說香港會全力推動更多環球資金 在香港管理 包括促進私募基金透過港交所開托新銷售渠道 政府又會優化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即日起容許投資住宅物業 這個物業成交價需為5000萬元或以上 投資於房地產或計算入投資總額上限為1000萬元 施政報告又提出積極拓展海外網絡 包括與中東、東盟地區的金融合作 舉辦更多國際金融盛事 並尋求進一步與伊斯蘭市場合作 李家超宣布特區政府會落實 追蹤香港股票指數的交易所買賣基金 在中東上市 給納東地資金配置港股 同時善用內地市場互聯互通的優勢 吸引國際企業來香港上市 並推動內地大型企業赴港上市 爭取短期內實現更多標誌性的公開招股 為了在香港建立國際黃金交易市場 施政報告提出推動構建國際級黃金倉儲設施 而拓展用家和投資者在香港存放和交割實金 帶動抵押和借用等衍生金融服務 為金融業開創新增長點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將成立小組 退行建立國際黃金交易中心的工作 impor第一篇。 林遺址伍 参政報告 雲思佳 作為公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